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哪个时段最适合拜拜呢 通常我们清明就是两天 或者4月4号或者4月5号 每年不太一样 大概就是在这两天里面 但是这个清明祭典的日子 只是一个最好的时间 如果这一天不能 比方说现在我们大部分人上班 那么在他之前的七天 跟在他之后的七天 这个半月里面都是可以的 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 清明祭的前三后三 加清明这七天 七天里面这是最好的 但是你如果没有条件 你非得在这七天一定会出国 不在新加坡 不能够在你的当地 那也不要紧 为什么 可以提前拜 尤其刚才说用心意跟他们沟通 跟他们沟通 那你拜的东西 他们可以收到 好 非常感谢张卜生教授 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清明节的点点滴滴 关于笑道这个系列 那接下来我们在4月1号 OOSS将会举办这个清明节法会 那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 我们的名师张卜生教授 带领我们大众 一起来进行不同的仪式 还有了解这个清明节的意义 所以呢 如果有兴趣来参加 我们这个清明节法会的朋友呢 可以上网报名 或者播打我们的热线 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的智慧生命大讲堂之笑道 那接下来我们会推出 更精彩的内容 所以记得锁定我们的播道 在这里也要祝福大家 高度人生智慧生命 下次见 谢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